- 歡迎各位回來收看這次的WGR亞太區第二賽季的總決賽 那我是主播BigBoss 那是旁邊的SAN SISCO 那我們現在要來到的是今天最後一場比賽 季軍戰由台灣隊伍HOSTMAN贏戰韓國隊伍GOBASS 對 那我們GOBASS現在是進入連戰的狀態 然後希望他們在身體力跟精神的專注力上不會出現一些問題 對 其實這對GOBASS來講其實是有些不公平的 因為HOSTMAN前面中間有一場的休息時間 而且可以去看到說 可以看到說剛剛GOBASS是怎麼打的 沒錯 所以但是反觀GOBASS這邊他們沒有時間做休息 沒有時間做出調整 所以其實對GOBASS來講是比較不利的一個情況 那兩邊季軍跟冠軍的差別分別 季軍的話只能拿到了8500塊美金 那電軍只有4000塊美金 所以中間差了4500塊 對 那其實對那個選手來說影響其實蠻大了 對 他那個獎金其實差非常非常多 對 其實差很多 而且還有最重要就是我們在講的世界大賽積分 因為世界大賽積分的話會影響到說 你在下一季你的戰隊會從哪一個位置起步 對 這個對於選對於各個隊伍來講會有一些些影響 因為現在WG對於戰隊積分 就算你沒有進世界大賽 戰隊積分他也是會看 因為他會影響說你下一季 你有辦法 你看是在什麼地方會開始出發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seeding 就是你的種子序會不會比較漂亮 或如果你的種子序比較漂亮的話 你可以拿到的一些輔助會比較好一點 那可能就是比較可能不是 可能不會是獎金 可能就是一些活動上 活動上或者是說一些額外 遊戲以外的東西的獎勵 我根本會給的比較多 所以對於兩隊來講的話呢 這個積分還是很重要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Horseman對上的是Grabass 那這兩支對於我們看上一場 其實很難判斷Grabass這一次的表現 因為上一場其實碾壓的狀況太嚴重 對 Grabass這次的問題主要是在於說 他們的戰術並沒有完全的進入狀況 必須講他們前面對上也有給很明顯的幾個 像說在Cliff最後第六局的時候 這個局面是可以贏的局面 只要你的殘局處理好 你的140跟Baccia舞梯不要拉得太散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反打EU更明這一波 可是可以看到最後的殘局處理 兩台車分開以後 沒有考慮140想要強上G3的這個狙擊點 沒有考慮到對方可能還有另外一個人在旁邊黑場 對 變成說這個點位被拔掉之後 等於宣告Grabass這場比賽的勝利 希望也沒有了 那也可以看到說前面有幾局 例如說Rienburg Rienburg還有Mais 都是使用了一些比較不成熟的戰術體系 特別是Rienburg在進攻局第二局的時候 他們選用的那套排法很明顯的是 沒有經過測試的 是比較沒有經過測試的排法 因為只要你正常隊伍 如果你有在賽前試招 有對練過有試過這類的戰術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這套打法是不可行的打法 你最終還是要回歸正常的攻擊手段 而不是用這種強戰 對 強戰點的戰術是不可行的 所以然後回到Mais這張地圖 Mais在自己GoBass的防守局 可以看得出來 前面交戰的時候 自己的部隊拉的 槍線並沒有拉得很完美 因為一開始 GoBass在 GoBass在面對EU Gaming的進攻的時候 其實是有成功把血量給壓掉 但是你在最後衝震的時候 你的前後是一個脫節的情況下 並沒有拉出一個很完美的弧形槍線 也沒有拉出 也沒有成功的有效利用 兩台015的裝甲優勢 還有血量優勢 去迫使EU Gaming的部隊 要把輸出浪費在這兩台車身上 都沒有做到 甚至是有一些些護卡槍線的情形 變成說你自己沒有發揮好的情況 又是對上EU Gaming這種 完全不給你犯錯機會的隊伍 讓GoBass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在Winburg、Mais還有Cliff 這三張地圖 都是表現是 我必須平行的論壇 叫荒槍走版的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 對上Horseman、GoBass 能不能把自己的水準稍微拉回來一點 因為主要是EU Gaming他的戰術 也實在是目前亞洲區算是最強大的 對他們的EU Gaming的戰術體系 必須講他們是 完全的是跟俄羅斯隊伍 還有歐洲隊伍做接軌 戰術體系 以亞洲區隊伍來講 真的算是 必須講說是最完整的 不是說 因為他是亞洲伺服器的代表 或是怎樣 而是他們的戰術體系 真的就是這麼完整 不管是北美的冠軍隊伍 Nobel 或者是HWC 乃至於歐洲的一些隊伍 Penta 或者是Kazna Crew 這些一線隊伍 都給予EU Gaming的戰術體系 還有配合度相當高度的評價 好那我們現在比賽已經準備好 開始將會是有Horseman對上的是 Go Beth 對那這邊來看一下 好 這邊小謀 看了星探已經整理得還不錯 兩邊選手的表情其實還蠻放鬆的 對這邊還是DH上 而不是讓REX上 對 來看一下第一張地圖 猜到不行的REX 好這邊 Postman的選手 希望能夠在紀念軍中拿到優勝 對希望能夠 畢竟名次能夠往前一名就是好事 好 小隊長福路少在跟指揮官小謀做最後的確定 應該是要確定一下等一下按著配車 因為我記得韓國這邊這套選車系統是只有隊長能做操作 對那這邊可以看到 Go Beth 似乎 應該也是OK 看起來也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情 不過他們畢竟剛面臨過上一場比較嗜血的戰鬥 所以這一場 在連戰狀況下 而且只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其實是對他們比較不利的 對是比較不利的 但是如果他們能夠 非常快速的轉換心態的話 他們手感其實是還會在 對 對剛剛看到畫面第一排最左邊的選手Five 對 不要看他看起來很老 其實他是對裡面最年輕的 什麼 對他 就老起來放那種 對他是老起來放 他是對裡面最年輕的 其實不知道是誰講過 就是你看起來 你小時候看起來就是比較成熟的人 就是你以後也不會怎麼變 反正那種小時候看起來很年輕的人 以後會變老的更快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Five應該 如果假設 假設20年後 Walgaming 願意再搬一次選手賽評的聚會 我覺得Five可能還是一樣 長得一模一樣這樣 然後我們可能 所有人糊子都長了 就他一個人還是老樣子 對 那這邊有觀眾問說 這次hostman 還有所有隊伍去的 行程是 的費用是怎麼處理的 那這邊的話 依照國際賽的慣例是 必須由地主方 邀請方 來全額支付 對 對就是機票時數必須全額支付 那第一張地圖是Humostoff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次打到這張圖 算是城市戰 那城市戰的話 100出場的機會就很高 我們可以看一下hostman 這邊已經出了兩台100 跟一台013 兩台-7 那這邊Humostoff GOBEX在WGL韓國區黃金集 這個賽季初賽的四場 一樣是兩勝兩敗 勝率是50% 攻守都是一勝一敗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 看起來GOBEX第一局 是選到了防守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對看得出來 兩台50B 兩台彈夾車 會不會稍微有點多了一點 那我們就看 那Hustman這邊最後才選擇什麼 選用兩台50B 我覺得Hustman這場要注意山上 要注意城堡 因為Hustman的進攻在 因為這套戰術 戰術體系 我看過很多次 就是0號線城堡這一邊 會放一台50B還有一台1390做掩護 來配合說底下的進攻部隊做行動 那 那 GOBEX選用兩台50B 很有可能是想要在身上做強行的攻擊 打這一波 就打那個下面那條線 我認為應該是會攻擊 想辦法先把你城堡上的50B跟1390清掉 這個是可能性還蠻大的 因為之前有看過 因為之前有看過說 有隊伍對Hustman選 用出這招打法 就是在山上故意用 比較多的 故意配比較多的車來 去碾壓你的 針對你這台50B做攻擊 好 那這邊比賽已經準備好開始了 到底Hustman能不能成功拿下這一次的季軍 他們上一次名次大概是什麼 上一次是電軍 電軍嗎 那這次拿到季軍也算是進步一年 有進步就是好時 我覺得要 我覺得要慢慢的去 慢慢循序漸進 人家戰術體系不是一瞬間就發展出來 第一個是這樣子 這次Hustman選到是防守方 那進攻方帶IS4這就有點有趣了 進攻的 防守的Hustman選用的是一台50B 兩台E100 一台S7 一台Pasha5T 一台013還有一台1390 進攻的Goblast選用的是兩台50B 一台E100兩台215B一台S4還有一台1390 好我們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我覺得不是循序漸進 而是說 你要 一個隊伍一個俱樂部的發展一定是要從根做起 對啊 因為現在Hustman面臨的最大問題 不管是Hustman或是其他台灣隊伍面臨最大問題 就是新的選手沒有辦法跟上 沒有辦法補進新的選手 這是一個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我認為是競爭的 競爭的強度 台灣競爭強度其實應該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是沒有那麼強烈 對 因為你沒有第二支隊伍 對 我這邊小謀跟Hypo互量 然後小謀卡進了F7 F8的轉角 來迫時 來把你在8號線想要進攻的任何意圖給逼退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Hustman防守是著重在1-2號線 這樣的話 GoBass這邊 全部上山的話 後面兩台上山 那應該就打不到什麼東西了 但避免了 避免了就是第一次被撤襲的機會 不好攻擊 這樣台50B在山上其實打到東西不多 主要還是配合 抓準時間差 看能不能從那個山坡上下來 對 這一波要直接從 喔這時候轉點 似乎是想要直接打一個1-2號線 然後要直接從底線清進去來看一下這邊 Hustman會不會有察覺這個時候Colin很危險 我們看到Colin這邊 有了他繞掉了 繞掉了可以 但是DH呢 DH其實還有機會他可能會被收到一炮 但是他應該有機會躲起來 我覺得要趕快走 因為DH這位置 就是如果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那這兩台50B在山上就是待機 等到 底線的部隊推到K2 K3的時候 看到你的部隊往1號點做聚集 那這兩台50B就衝下去打你的屁股 對 那DH這位置很危險 但是這次Hustman有意識的把ISC往前推 其實這位置還是很危險 因為對方有高打地的優勢 這波hypo過去沒有亮到大猩猩的013 013那個位置要亮到其實有點困難 不好亮距離有點點的遠 有那麼一點點的遠 有點遠而且是完全卡在建築後方 哇Colin這位 哇這S7竟然往那邊走 竟然沒有被打到 他要直接去壓住 8號線的底線 因為現在 GOBASS的槍 哇這波看到了 紅茶看到了 GOBASS主力部隊動向 這很重要喔 因為這一波Hustman有情資之後 他可以做出適當的調動 可以看到DH還有紅茶 準備要來 準備要來等一下 看一下你會不會衝進來 如果你沒有衝進來 那我就準備要撤離了 之後hypo進去做站點 然後Bive在後面 可惜也是被亮到的 那我們看到這邊 紅茶面現在卡的位置其實是蠻分散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GOBASS這邊已經開始進行轉點了 這台槓器其實有點危險 Colin其實非常危險 槓器在這邊可以卡蠻久的時間 因為他有一個小吐蕃做掩護 他可以在這邊拖住很多時間 然後慢慢的往後側 但是你後面沒有 你後面架的槍線只有50B跟8x25T 其實是有點危險 這時候Colin看到了 有喔Colin這時候這個位置不太妙 有喔這邊重新卡回突破 剛剛想要秘白腳 這時候Colin兩面腹背受敵 沒有Colin目前大概就只有正面 但是 有他Colin現在卡到一個好的位置 這位置可以 這位置可以 而且現在 GOBASS竟然把注意力分散在小毛的1390身上 哇小毛在這邊 雖然自己吸收 1390這邊 能夠前期把對方的火力分散就算不錯 對分散掉相當不錯 然後Pick Steve這時候想要來偷Colin的血量 Hypo這邊被灌了一發 大星星這時候轉點轉回來 Pick Steve H在這邊壓制Bive的血量 Colin注意一下這位置 可惜沒有Colin這時候被人從小窗口直接打死 對Pick Steve收掉了Colin 這個卡的點位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點位其實是 轉的空間是不大的 對 郭本現在就只能卡住這個點 但是 霍士們這邊還可以稍微去做轉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3台車進去做戰點 讓時間來得很緊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013這時候進去是沒辦法打 因為他炮塔轉動的 幅度沒有那麼大 他現在沒有炮塔沒有辦法打 現在DH有沒有彈 DH DH 這邊只能轉炮管了 有reset到一發 有reset到一發 但後面還有兩台 我們就看到013 看能不能瑞布 能不能卡住對方 有卡住了 那現在剩下 有 這時候reset到一發 但是DH這邊用自己的生命 去換掉這一點時間 但是GOBIAS這個時間點 似乎決定要打出去 對 8星星還要再兩秒鐘 才有辦法完成狀態 有沒有打到Simon 有打到3星星 這次就要更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大星爆的話 兩台100的屁股 就完全露出來了 現在還有機會 現在要趕快把HUMOR 這個位置給抓掉 PickSafe的50B倒下 弗路手去盯住 HUMOR的IS4 然後這時候完全 有沒有辦法來 唉唷來不及回去了吧 這來不及來不及 來不及了 哇這個 被站點成功 相當可惜阿 剛剛聊天室有觀眾 那邊問說 BigBoss是什麼國家的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他其實想打GOBIAS 那打錯打成我的名字 你不是台灣 你不是日本嗎 我台灣的 我現在在台灣 好 那我們這邊 先恭喜GOBIAS 今天拿下一分 目前比數1比0 在HUMORSTOP 這一場主要的問題 是在於說 調度的速度 還是回到調度的速度 因為 拔下5T的位置 其實那是最後 硬去reset位置 如果他能夠繞開來的話 對於HOSMAN來講 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他有 辦法從八號線做包夾 甚至是 繞到GOBIAS的部隊 側翼做攻擊的話 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 很明顯這場 為什麼會讓DH的 拔下5T留在那位置 因為沒有車可以去補了 你調回來的部隊速度 不夠快 對 這個調回來的速度 不夠快是一個很 很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只要100 這樣子慢慢走回來 被一台槓司 卡在那邊已經很傷了 對最後大猩猩跟DH是 被迫要出去做reset 這是沒有辦法的一個選擇 沒有辦法這種的辦法 因為你再不出去reset 就沒有希望了 這個 這沒辦法 對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來看到現在裡面攻守交換 HOSMAN這邊擔任攻方 哪有GOBIAS這邊擔任守方 剛剛這個調度的時間點 其實是 有一些些的 我認為不是很好 因為你在5號通道堆太多兵了 對 在5號 我們看到這邊選擇了三台100 你在D號通道堆太多兵了 你為了掌握住D號通道的控制權 你堆了太多戰車在上面 這是蠻嚴重的問題 如果你能夠把D號通道的一台車 分到BASHA 5T的那個站位 站的位置的話 讓BASHA 5T去做 配合50B做騷擾 那這場比賽 理論上來講HOSMAN的勝率會 比剛剛大很多 甚至我覺得 如果剛剛調度正確 GOBIAS應該會倒的 因為很明顯的 GOBIAS的戰術意圖 好幾波都被看到 很明顯 對 我們可以紅茶前面幾波偵查 都有到位 對 所以 你 所以你說這個轉點的時間 我覺得是可以再快一點點 因為你很明顯的就是轉太慢了 好 我們看到現在接下來 來到了第二場比賽 現在兩邊攻守交換 第二場比賽 BASHA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能夠 在這一次拿下季軍 因為這也算是一個成長的證明 對 我覺得要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對 去成長啦 那隊伍的當然 隊伍的 隊伍的培養還有磨練 不是一觸可擊 這大家都 所有人都很清楚 因為 要養出一支隊伍 從 業餘時期 帶 我業餘時期帶的隊伍 斷水流大師兄 然後 這樣帶到現在 然後現在換到 HOSTMAN其實都可以發現一件事 最大問題就是 人員培養 還有隊伍之間的經驗傳承 因為 其實台灣玩那個 戰車世界的人 年齡層其實普遍偏高 對 那會玩的人 基本上都已經 大概醜落差不多 但是新的玩家 比較更年輕的人 可能 他們對這種軍事 對歷史 好像還沒有 沒有像我們這些人 濃厚的興趣 應該是講說 台灣的玩家 最大問題是 戰隊宣傳 管道的不足 變成 是讓招生很困難 沒有辦法去招到 足夠的適當的心血 很多時候 因為招生這種東西 是跟選秀一樣 你一年NBA可能選進了 五六個球員 但是真的能用的 可能就只有一兩個而已 那一樣 那選選手可能 你可能找了 六七個 六七個下來 去做 六七個下來去做訓 去做視訓 可是可能最後 沒有一個或兩個可以用 甚至更慘 全部都沒有 這是最糟糕的一個情況 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每個國家的環境不一樣 台灣在法令上 跟一些比較 更多方面來說 普遍的觀感 對這一塊要引進 新界的人來說 都很大的一個阻礙 我覺得是玩家的 玩家本身的一個 我覺得是風土民情 對風土民情 這沒辦法每個國家不一樣 像韓國他們就發展很健全 對韓國俄羅斯 歐洲美洲 這些地方 其實他們的玩家 是很願意出來比賽 但是 亞洲的玩家 觀察到最大問題 當然就是 對於 比賽的 接受度不是很高 很怕出來比賽 這有點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 其實以前 我自己在當選手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比賽的機會很難得 我自己是覺得說 比賽的機會很難得 所以有比賽就要打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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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打比賽的時候 最少帶斷水流大師兄 總獎 冠軍獎金 一萬塊五千塊都會去打 就慢慢的去打 因為我比賽今天真的很難得 所以會 一直去積極的去打 那 但是很多玩家 都是覺得說 不太敢出來打比賽 這一點我 就覺得打比賽會 蠻害羞或者是覺得壓力大 怕輸了怎麼辦 但其實我覺得你有時候 不要怕輸 我覺得不要怕輸 對你出來就是一個經驗 每一次都 輸都是一個經驗 我也被 PVP Superfriend 慘電過阿 我也被他血洗過 而且還是 還是 被 那種被大比分的羞辱 我都被打 都被打過了對不對 對 那 我是覺得說 不要說什麼 怕說什麼丟臉 或是說 其實勇於嘗試阿 有時候很多人第一步都 無法踏出去 但其實他心裡真的很渴望 這件事情 對我就覺得要踏出第一步 有時候你真的想你就去做 對而且不要想說什麼打 電競會荒廢學 因為其實 很多國外的 不要 很多國外的電競選手 都是高學歷的 對 電競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 對 運動因為你要打得好 手心裡也要聰明 你要夠聰明 哇hypo的一三球 被浪灌了一發 752 700多滴天阿 好痛 超級痛 那接下來 HOSMAN如果想要打一號點 會很輕鬆 為什麼 因為hypo的血量被壓到348 大概就是一到兩發的血量 甚至 這個血量如果 呃 他們 如果這時候 Goldback想要做後手的話 那 1390只能出來 強行reset一發 那接下來 就是只能 開始用世界車去送 這會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嗯 好我們來看到這邊 HOSMAN現在前節佔到了一炮的優勢 那其實影響沒有那麼大喔 但主要是 主要是看Goldback這邊有沒有辦法 Goldback現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陣型 其實展得非常非常開 對現在這個陣型是蠻標準的一個 現在 防守陣型 防守陣型 現在是歐洲還有俄羅斯的一個主流 其實這樣子你要找到突破口 其實也是沒有那麼容易 哇hypo被 Colin給收掉 哇 他今天是怎麼了 這個盲射 完全就是被盲射抓到 這個很賺 因為你1390掉了代表一件事 接下來我可以開始對1號點的進攻做部署 嗯 你沒有1390出來做reset 你一定要交的是實際車出來做reset 那你交215B 不對吧 這是主力輸出手 交113也不對 這也是主力輸出車 你交Werven取個1100那更糟糕 所以這邊1390是擔任一個很重要的reset的位置 結果他這時候在前面就已經被抓掉 哇DH被盲射到了一發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前期gobat 只有已經損失了一台車 嗯 對在這種heemostoff 其實兩邊打著這麼 膠著一點蠻正常的 程式戰板就是節奏緩慢一點 對那 現在這邊就是要來看一下 HOSMA要怎麼樣慢慢把這兩台50B給逼掉 BIVE跟PickSafe這兩台50B 一定要想辦法壓制回去 不管用什麼方法一定要把這兩台50B給壓制掉 那我們看HOSMA這邊決定從8號線往前切入 這邊準備從2號點攻擊 這邊應該是想要打 比較傳統的一個打法 對 反而是沒有要打2號點位 沒有要打1號點位 這邊SENKOPABA側面吃了一發 哇這時候沒有沒有收到過路費 而且沒有亮到這一波 對這一波完全就是對方還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看到GOBEX目前 他的防守陣型還是沒有改變 這樣可能會不會打個出奇不易 對 現在這一波對GOBEX來講很危險 然後HOSMA這一波 我覺得要分 OK IS7有移動 他應該要去拿住D號線 因為我剛剛本來想 我剛剛本來是想說 如果HOSMA這一波 沒有分任何一台車去看D號線 那有拿跟沒拿 那有沒有站住2號點位是差很多的 你一定要分一台車去看住D號通道 嗯 你D號通道看住之後 你要迫使對方只能從 現在看到B4這個缺口出來做強行reset 那好啊 你出來我身上有一波狙擊 你承受完我這波狙擊之後 我拉掉 你在進來的時候 我後面有三台E100的槍在架著 對 而且我位子比較 而且我如果站斜坡的上方 我高度比較高 敷腳比較大 我還比較好穿 沒有錯 那這邊來看一下B5 B5跟DH互量 DH剩一顆彈 欸 沒甩到 DH剩下裝彈 這波DH殺了相當成功 現在DH 哇 這時候大猩猩有點太急了 我覺得這時候大猩猩這個血量消耗是不必要的 對 他這邊太早直接中掉 哇 胡亂帽這時候剩 欸 發了血量 57滴血 他們這邊強行reset 可是側面有三台E100 這邊一人一下 一人一下 要 哇 這時候 GOBAT 有喔 正好在reset 他們抓準對方這三台reset的時候 直接衝了過去 這一波過去 GOBAT 應該是一個 握中捉逼 小萌這邊只能趕快跑 這沒有辦法 對方的目標完全就放在他身上 可以可以 跑掉沒有問題 有喔 小萌跑掉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後面三台E100 因為盾位太重 追不太上了 Colin 這位置很完了被逼出 被逼到失位了 只有三台E100進去做站點 這個戰術靈活調度很 相當關鍵的B5被DH給收掉 這時候就可以用這三台E100轉角的優勢 把對方的主力可以卡在那個位置 三台車進去做站點 而且你要 忙著打正面 你完全沒有辦法回來 欸三台車進去做站點 這hostmate沒有要站點 欸沒有在站 打出去也行 血量的差距有點大 5200 可以打可以打 E100在這種地形交戰 完全就是他的主場優勢 可以打可以打 這波可以打出去了 好我們來了 這邊要打了 這波RedBoard的WorfenstruckE100 剛好在reload 好這邊先擺個逆血角出去 這邊沒有很急躁 不要急躁 不要急躁 哇這一胖沒有打中很可惜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兩台上來補槍 讓跟服務手出來 這邊直接打50兵 這邊成功收到一台 Dixif直接被收掉RedBoard的 這第二輪彈來了 但是太多車他沒有辦法選擇目標 RedBoard的血量剩下593滴血 直接被紅茶給灌死 我們可以看到在D號線上的DH8槍這邊reload 已經好 好他剛射完 對他 他牽制住辛歐啪夠久的時間了 接下來就是交給後面三台E100 這波一樣去Simon的血量 330滴血最後一發 應該是交給紅茶來收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後手們成功的在第二場攻守交換的時候 把自己的比分給追回1比1平手 這局就打得很漂亮 這一局的戰術調度 就展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 還有前面的幾個視野壓制 DH的這個Bashar 5T的幾個 牽制住兩台Bashar 對面的50B都很重要 然後這邊 特別是 這一波大猩猩成功 把Simon Papa的215B給 逼退之後才讓E100過去 這個時間他抓得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看到三台E100的情況下 你對於這一波 HOSTMAN要轉打2號點的意圖 是完全沒有情報的 變成說你沒有辦法提前完成D號線的部署 你也沒有辦法完成5號線的搶奪 你在缺乏這兩個東西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有效對2號點位進行reset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 出來之後先吃了三角的 大猩猩的MX50B一輪的四發彈 那接下來換後面的E100再一輪 然後小魔拉開之後 那你後面繼續被追著打 然後Simon Papa這點位又一直被DH的BASHA5T做燒 DH的BASHA5T也沒有上去做強行交換 打得很聰明 他知道這個點位就是留住就好 我 我留住你的這台BASHA5T 讓你沒有辦法去分神 嗯 好我們看到下一張地圖 來到Progroufka 來到Progroufka 這也是這張圖第一次出現 嗯哼 Progroufka的 Progroufka的話 這一季Go Best的勝 Go Best這張地圖也是出在四場兩勝兩敗 50%的勝率 進攻防守都是一勝一敗的情況 對算是在早期到現在算是一張蠻平衡的圖 對這張地圖算是蠻經典的一張地圖 那前面有觀眾問到說 那為什麼Hostman Hostman當初是怎麼成立 其實Hostman 他也就是一群喜歡打遊戲的人成立 就這樣 其實很久應該 最早要講到 I 呃 遊戲閃電狼 對 遊戲閃電狼 對遊戲閃電狼 然後贊助結束之後 有一段時間 用IF的名義打 然後接下來慢慢的 去換隊員 然後 那時候 再把斷水流大師兄的幾個隊員 像 霍魯獸啊這些 直接 吸收到現在的Hostman 這樣慢慢的換隊員 然後再組成現在的Hostman 好我們來看到兩邊目前選車 所以Hostman這邊帶了三台 TB1跟一台 140 兩台5051 那其實這次的這次Hostman出征韓國的話 前一天大星星 大星星 他家裡其實很支持這件這件事的 前一天大星星他是 是因為Hostman要趕7點的飛機 所以前一天大星星是他媽媽是開放他家給Hostman 暫時住 對住在台中的隊員提前一天上去 他新竹的他在新竹那邊的老家去開放一天給他們住 然後賽前也幫他們準備了感冒藥啊還有一些 呃 維他命C這些東西 其實台灣 你在台灣你要打起來其實家人的支持有很大的關係 對像大星星他家裡就很支持他出來打 那 據我了解大星星的自己的學校也很支持學生出來比賽 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差別 衛校真光嗎 呃 對 當然是衛校真光是一個 那第二個 思想比較開放 對他家裡是比較不像一般的傳統家庭 對很很支持他大星星出來打比賽這件事 因為其實打到最後啊 選手之間 我覺得成績成績是次要的 反而重要的是 人際關係 你是去學著說怎麼樣去社會化 怎麼樣去跟 跟這個隊伍裡面的人去做相去相處 對 而不是說 而不是說像大家想的一樣就是單純 就是單純進去打遊戲 就是去打遊戲 其實沒有因為其實像EUGAMING 他們也 他們也 很重視就是人際之間的相處 因為你想想看 EUGAMING的情況會比後身邊更嚴重 你要看七個選手 你跟七個人住在一起 而且不只七個還有預備隊員 加加起來其實是有十個人 預備隊員和教練 加起來有十個人要住在一起 光是那個一兩個人的人際關係 情緒上的處理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 而且這一點我記得 完全會掉在領隊跟教練的頭上 對 所以 其實打到最後 其實是一個人際關係去成長的過程 那來看一下第二張地圖 第三張地圖 第二張地圖 然後第三場比賽 目前兩邊比數戰爭的1比1平手 我們來看一下HOSTMAN這一場 將擔任的是進攻方 而GOBEX擔任防守方 進攻的HOSTMAN 選用的是一台140 三台STB1 兩台5051 還有一台RU251 GOBEX選用的是一台EUB 三台STB1 兩台5051 還有一台RU2551 那這張地圖比較想打哪一個地方呢 自己會跟我們解釋一下 基本上會打成一個東西對攻 會以六號線的鐵道做一個切割 那就要看說兩邊的選擇 那這次GOBEX選擇的是二號點位地圖的東側 而HOSTMAN選擇的是地圖西側的一號點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HOSTMAN這邊工方決定從五號線這邊 開始慢慢的進攻 對 這邊第一波上去開光 沒有看到東西 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GOBEX這邊目前佔據地圖的 右上角 這邊C8號的位置 基本上第一波都只是在蟒射都在塞出 對 REDBOARD的EUB被亮出了 哇 這時候怎麼會在這麼高的地方啊 這一波被斷腿被破交掉 對 一開始就交到修理包 而且側面還被攻擊 沒錯 哇 這有點有點慘 損失有點慘重 雖然血沒扣很多 但他該交的東西都交了 先B掉一個修理包 然後這邊HOSTMAN只有Colin 稍微受到一點傷害 還可以接受 我們看兩邊現在這隔著一個鐵軌互相對峙 基本上現在去摸用那台 RU251去摸那個1號點 然後這邊強逼對方回首 這邊要先把PICKSIFE在底線A7 A6 A7在ST版給B掉 對 這一波清查一定要做得很徹底 有 他們現在靠近了 但是這一波HOSTMAN有一個隱憂 就是他們的槍線架的縱身是不夠的 因為對方如果只要突破第一條線 他整條線就崩了 對 而且重點是車種啊 這時候Red Bull的腹背受敵 車面又被偷了一發 這邊有人朝大星星打了一炮 但是這時候被鐵路的殘骸給擋住 這時候GOBEX也是在等一個時間點 那HOSTMAN也是在等一個時間點 兩邊都在等一個衝鋒的時間點 其實 現在兩邊 我認為在 10 在30秒 因為現在只有一台車站點 在30秒 的話如果雙方 有打出任何 有任何一方有優勢或劣勢的話 就會強迫衝鋒 這時候 這時候GOBEX認為自己壓的血量是足夠 但是預備 上來瞬間蒸發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要強行過鐵軌 這邊先送了兩台車 這邊又被逼了回去 古某的ESTIMAN也被送掉 哇這虧到爆炸 COPPA5051也掉了 這哪來的自信認為優勢很大 人家全部都躲在那個地方 你過去第一台車就是一定被打爆 而且還會被自己對手殘骸擋住 這個 我覺得GOBEX這一波判斷 COPPA5051也倒了 完了 沒有這個爆了 這崩了 我們可以看到血量已經差來到了4000了 這個判斷 3000 我 我不太能夠理解GOBEX為什麼會認為說自己 強行過橋的 對 會認為說自己血量優勢很大 這邊hypo也被盯上完了 這波兵敗如山倒完全就是一波倒的一個節奏 這邊直接GG 那我們這邊恭喜Horseman這邊成功拿下2分 對 剩下最後一台hypo 我看也是無力回天 小毛不站點要全肩 因為已經看到了 那你已經看到全肩是比較省時的 對 而且如果要打突破槍局賽的話 多一點傷害是一點傷害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 戰車是因為我們最後會有突破槍局賽 對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感覺如果你有機會全肩的話 就不要選擇站點 對 多打一點傷害是一點傷害 恭喜Horseman 2比1的領先 感覺Horseman這邊實力其實跟GP比起來其實沒有很差 我覺得狀況有稍微回來 因為前面很明顯 他們畢竟也休息了大概一整場比賽的時間 因為第一場很明顯就是 太緊張了 整個不在狀況裡面 因為第一場你可以看到幾個調度都 很明顯的有緩慢 太緩慢的一個情況 對 那這兩場的調度很明顯就可以看到出來 調度很明確 對 而且主要是感覺 GP這邊有點 GP這邊有點太衝動 對 因為前面那一波 理論上來講 GP不會衝 為什麼我前面講要再30秒 因為你要在30秒的時間做消耗 你要想辦法再多消耗掉一點點東西 而不是這樣直接 直直的衝進去 因為你不知道對面有沒有架槍線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說對面的情況是怎樣 你就直接這樣衝 你甚至是對面 車子的血量是怎樣 你都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明確的情報 你就直接衝了 那這個是完全就是 完全不能夠理解為什麼要這樣衝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太疲倦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些比較魯莽的判斷 可能剛剛就是 因為畢竟連戰 我們要考慮他們可能選手競爭方面 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會導致隊長下的衝鋒指令 這都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甚至更大的一個可能性是 GP判斷失誤 對 他可能被Colin那台STV1騙到了 他可能看到STV1殘血 可能就認為說 HOSTMAN的STV1都是殘血的一個情況 其實HOSTMAN的STV1 血量保存都還 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只有Colin刷到重傷而已 但是 暗龍的血量大概也有一半以上 那更不要提 後面還有5051可以做輸出 好我們來看到接下來 兩邊攻守交換 HOSTMAN已經拿下兩分 這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是不錯的一個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比賽 哇 HOSTMAN選用了一台STV1 三台STV1 一台140 兩台5051 和一台RU251 GOBEX選用三台STV1 三台5051和一台RU251 這選車有點不太一樣 這台140的目的大概是 打消耗 對 HOSTMAN這邊的車種是消耗配置 那GOBEX這個車種配置是進攻配置 如果HOSTMAN能夠站穩陣地 打陣地戰的話 逼GOBEX要出來做交換的話 HOSTMAN這場贏面會比較大 因為5051是經不起消耗的車種 好我們的比賽開始 聊天室怎麼歪阿 你正常阿 我有點想加入他們 你先確定 我那一張 我的電 你那一電腦有沒有登出我的帳號 我可以確定 我現在這台電腦用的是CISCO的帳號 你確定嗎 我確定 那你不要亂來阿 欸小心那是官方帳號阿 沒有阿是CISCO阿 你確定 我確定是CISCO阿 我剛剛有機有登出了 來看一下第四場比賽 2比1 HOSTMAN 首度取得領先 好我們來看到兩邊 現在攻守交換HOSTMAN擔任首方 也GOBEX這邊擔任攻方 那看一下這場HOSTMAN能不能把他們 剛剛上一場攻擊的 攻擊的戰術運用到 防守這一波對方的攻擊上 這一波HOSTMAN要選擇 防守地圖的東側 而GOBEX要選擇打地圖的西側 都還是 蠻標準的一個打法 因為 這就是二分之一的機會 東邊西邊賭一邊 當然阿 俄羅斯有時候會發現 發生兩邊都賭同一邊的情況 那就是 這場比賽就是五分鐘 五分鐘以內結束 對沒有錯 對沒有錯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GOBEX這一次走的是 比較偏一二號線 對他們要徹底的清查一二號線 確定你一二號線沒有放車 因為有時候 防守隊伍會在 A1 A2這個位置 去留一台巴結車做演車 然後其他車再評價到這邊架強做狙擊 如果你打得太大膽的話 那 你這邊過去 我就可以收到一二號線這一輪過路費 那這邊RU251小謀清完底線之後 確定 對方沒有其實沒有貼著鐵軌 對沒有留下任何設在地圖的東側 那這樣的話自己貿然過橋的話 也可能會造成 也可能會發生上一場 GP的狀況 我覺得小謀要再等一下 因為現在 只有看到兩台STB1 情報還不夠多 以我 以 現在比賽7-60%的節奏來講 你現在看到情報還不夠多 OK現在 這個時間點一台 Red Bull的STB1進去做站點 那這個時候 RU251就要動作了 RU251這時候要開始往底線做清查 好這邊 不過這還是很危險 兩邊現在拉鋸很嚴重 喔Hypo 好兩台RU251對決就看了 誰先開出第一炮 沒有逃跑 Hypo逃跑了 他想要釣 他想要釣小謀進來 對他想要釣魚 哇小謀這時候吃了一炮 哇釣到了 今天吃一炮Hypo可能就蘇魚跟他拚命了 應該不會因為這時候 HOSTMAN後面其實有架槍線 可以看到小謀這時候用在前面做一個 做一個R 他要把你兩台STB1給釣進來 他要去強迫你的 你的部隊去抓我這台RU251 哇這時候小謀這血量消耗太快了 這個BIV直接過去 收掉了小謀 不過 現在少掉了這台眼車 這邊血量交換 沒有換到BIV的5051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我們可以看到站點現在已經剩下了43點 這場比賽現在的情況對於HOSTMAN來講 會比較不利 因為接下來要考驗的操作 現在霍露獸應該會貼住 站點 也要站點圓旁邊的這石頭 抓準時間點 OK這時候做一發reset 然後馬上輸到石頭後面 這時候就是抓一個時間 攻擊時間差 那我們可以看到大星跟霍露獸這邊 成功的打了RedBall 三發但自己還是完整的狀態 中間的槍線在做手 哇 完全沒有人在掩護RedBall 這個 RedBall覺得被賣阿 這個中間槍線失誤很大 對 我們可以看到霍露獸跟大星打得非常開心 表示打不還手 只有霍露獸吃了一發傷害 這個超賺 真的超級超級賺 這個中間槍線 我 這個失誤 有他們現在拉回來了 他們現在拉回來 那這時候大星星跟霍露獸就說 對就不要再動 不要再打 剛剛大星星可能好像還 攤雷一下出去 結果被打了一炮 對然後這時候換中間來 換中間來 交換血量 你這時候就是打一個兩面太極拳 RedBall血量剩下277滴血 有打的本錢 剩下最後一發血量 DH的位置阿 好像很糟糕 霍露獸收掉RedBall STB1 OK這個交換就可以接受 哇 RedBall表示隊友都不來幫 哇 霍露獸剩下一發血量撤走 好 你看霍露獸跟大星星這一場 應該算是拿下這一場的MVP 把對方的 戰點車直接給擊殺掉 對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 在GOBASS的位置 是 我覺得現在GOBASS的位置 現在判斷來講的話 GOBASS因為現在中間 的那台 STB1站點車被拔掉 而且沒有換掉足夠多的東西 所以他勢必 可以再抓時間 送一台車進去 你要送RU251嗎 還是你要送 STB1 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只能送RU251 你不能送STB1 對他只能送他 STB1進去太浪費了 對太浪費了 你已經犧牲一台STB1 你不能再掉了 我們看NUN這邊不斷的在 調整自己的位置 他可能知道地圖 難免有一個 5050靠近 對BASS這時候想要上去 偷炮 可以因為現在 現在 COLINE的位置 只要稍微往後 往後了啦 BASS就比較難進場 就沒有那麼好的角度 可以進場做攻擊 做輸出 那兩邊血量 雖然GOBASS這邊是 佔優 但是也沒有優哪裡去 因為位置來說 GOBASS現在完全是 被卡住的狀態 嗯 GOBASS現在 就是陷入他們 最不想看到的一個局面 消耗戰 對 兩邊的血量 差1400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不過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一次失誤的話 被激活一次這個血量 優勢又拉回來 對 而且GOBASS少打一台 時間車 對 情況 所以很糟糕 然後Hypo的RUO51 剩下194滴血 你進去做站點 能不能跑到定位 都是一個問題 因為兩邊完全陷入焦灼 那 焦灼對HOSTMAN是有利的 紅茶的5051也卡到了山上 那這樣子地圖 如果GOBASS想要從中線或南面進行包夾 就不太可能 對這邊 底線的這台5051被亮到了 被迫往後撤 因為你不知道後面有沒有槍線 對 BIVE這位置被點亮之後 只能往後縮 那現在HOSTMAN能夠 能夠拖多久 試多久 這個是 防守方一定要做 就是拖時間 你要想辦法跟對方打 如果你沒有要全盡對方的話 那你就是要打消耗 對 那我們看到這邊派人才5051出來站點 蛤 GOBASS送的是5051進去 喔呦 這個本下太重了吧 這個FLUSON可能就不太敢打 那就可能要靠大猩猩喔 大猩血的比較多 大猩血的比較多 太早出去了 好打了一發 可以可以可以 好這邊有賺到 還可以勉強可以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要再多耗 大猩猩的位置被發現了 這上了BIVE 被BIVE抓到 哇這判斷又失誤很大 但是BIVE也被在中間被定位住 那我們看到FLUSON這邊 看能不能再打一炮再一炮 BIVE剩下167滴血 哇給他跑掉很可惜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reset的大刃 就交到了FLUSON身上 現在這個血量 FLUSON剩下一發血 浪729DH510 現在只能靠Colin還有浪做 帶頭衝鋒 然後配合紅茶 你現在只能這樣做 看能不能先把SIMON收掉 SIMON卡在那個位置很麻煩 呃 SIMON的話 對 SIMON是一個 那後面的BIVE的狙擊點 也要想辦法去拔除 BIVE還有 有 浪這邊打了一炮沒有命中 很可惜 這時候推 HIPPO的IOE 也要進去做戰點 好這邊加速遊戲的 給對方帶來更大的壓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Colin這邊已經開始移動了 這個如果不處理的話 就直接出掉 哇這時候 這可能又要犧牲一個人 還沒還沒 現在要再等 要再等最後一刻 SIMON趴趴趴 看的是FLUSON 可能會出來的位置 兩邊都還比星機 11秒鐘 10秒鐘 差不多時間點了 如果FLUSON現在走的是大星星的位置 再重新出來 這可能會拿到一個好的效果 對這時候FLUSON出去 死 甩砲有甩砲 有有 甩到用直接命換 這樣換到了30秒鐘的喘息之後 SIMON的血量掉得很快 SIMON 哇這時候 GOBASS的血量都很低 都是血皮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六號線的STB1 應該是可以準備進場 這個很緊張 這時候可能 哇 GOBASS要對第三台車進去 時間不夠 這邊第三台車進來 這個節奏又變得更快 HOSTMAN可能會來不及反應啊 要靠A6 A6就都看到了 這一棒沒辦法出手 那你沒辦法出手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那麼血不夠 哇三合 有有有 也跑出來 死 沒有reset到 他是出來給人打 把對方的砲給吸掉 讓他們 哇這個太聰明了 哇 他跑出來 跑出來亮點給對方打 對方就會打在他身上 不會去打reset的車輛 哇這個有點可惜 兩邊回到2比2平手 這一波 啊 調度就有點慢了 對 感覺好像在山上那台5051卡太久了 嗯 山上那台5051的確 卡得有點久 第二個當然就是 部隊調度的時機 因為 前面的 場上的這個情勢來講的話 對HOSTMAN是有利 因為對方少打一台實際的車 那 最後 最後 最後我覺得是他們 HOSTMAN的幾個 處理原則沒有掌握好 就是他們從中間 平交 EF中線的平交道口 出去的這一波 想要做強行reset的部隊 沒有把握得很好 沒有 下定決心衝到底 對 因為剩下 其實剩下兩分鐘 這時候你就是 強行進去做reset 中間的車輛可以犧牲掉 沒有關係 你只要拖過一分半 那就贏了 對 因為三台車站點要40秒鐘的時間 沒錯 你只要把中間的 中間的部隊給消耗掉 甚至拖到一分半以上 那我只要跑掉一台車就好 我可以留一台車做保底 如果時間到點 攻擊方沒有辦法 殲滅防守方所有戰車 一樣是算防守方勝利 所以其實 拉掉是對的 你這時候 其實你這時候 中間出去的部隊 就是要去拼死做一波reset 然後去強迫對方跟你做一波交戰 那交戰完之後呢 那交戰完之後呢 你就是等在原地 拖著做的是多久 你這時候所有的部隊目的就是這一個 不要讓對方再進點圈 讓對方沒有辦法去 嗯 沒有辦法去 分散注意力去追你跑掉那台車 然後這時候 留一台車跑掉 甚至是有一台車 從頭到尾都不要現身 這樣就可以了 很可惜 剛剛那場 可能 HOSMAN他們這邊調度 速度其實沒有那麼快 對 那被GOBASS這邊成功的追回一番 目前兩邊戰場的2比2平手 來到STEPPS STEPPS這張地圖 GOBASS本季出賽兩場都是獲勝的情況 那進攻和防守各獲勝一場都是100%的勝利 那這張地圖 STEPPS也是GOBASS在最後 第六週 WGL韓國區 第六週對上沒有當的時候 最後出現了一場關鍵地圖 因為在對上沒有當的時候 最後6比6進入突破獎局賽 地圖就是在STEPPS 那時候沒有當跟GOBASS 其實打起來是很驚險 沒有當那場輸給GOBASS 其實是我覺得是運氣成分 沒有當的其中一台 進去站點的8街70戰車 燒了 然後直接燒掉 這很糟糕 因為你燒掉之後 你等於沒有手段去迫使防守的GOBASS出來 變成到最後沒有當只能強迫硬打一波 沒錯 而且沒有當這一波強迫硬打 其實也差點讓GOBASS翻船 所以GOBASS在STEPPS 雖然說兩場都是獲勝 但是其實表現並沒有來得很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場 換了一張圖以後 後上面能不能把自己的氣勢重新拿回來 畢竟不斷地被對方追平也算是蠻大的 壓力 嗯 HOSTMAN其實應該是有 有 我覺得他們現在狀況應該是比 今天第一場比賽好一點 應該是習慣啦 因為HOSTMAN一直 都打逆風 講的就是醜陋的勝利 醜陋的勝利 沒問題 這也算是一個他們隊伍的風格 那就是醜陋勝利啊 反正就是贏就好 對 重點不是醜陋 重點是勝利 對啊 贏了就好 反正5比4也是贏 5比0也是贏 沒錯 贏就好 管他的 來到第3張地圖 STEPPS 擔任防守方的是HOSTMAN 選用的是 1台015 3台140 1台STB1 1台5051 還有1台的1390 這場你難道要把STB1疊上去嗎 有可能 那進攻的是 GOPASS 感覺好像 選用2台13 感覺他沒有這場沒有要疊 這場沒有要疊 這場要主動出去做攔截 我們看到GOPASS這一場 則是打的比較偏右側的位置 一樣帶了一台炮車 COLIN為什麼要下去 他們又帶炮車想要炸那個 爬山的 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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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MAN要注意是 盡量不要跟GOPASS發生正面衝突 因為對方帶了兩台113 這是 強迫正面交戰的一個打法 我這時候中間的FURUSO 140過去被亮到 HOSTMAN感覺是想要打主動式進攻 對 來看一下COLIN 在015留在這個點位 他要想要做什麼事情 哇這時候大風吹 GOPASS這一波 決定要集中往2號點撲過去 那這個時間點就很重要 來看一下哪一邊會先到點 HOSTMAN也在緊緊的方向做回方 HOSTMAN這邊會比較慢 因為HOSTMAN 覺得自己應該還沒被對方發現 當部隊移動的速度比較慢 而且他們也要擔心 對方如果可能打回馬槍要很危險 對現在HOSTMAN有一個三 三四分兵的一個情況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一波 哇GOPASS是直接ALL IN了 這邊全部每一台車都站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HOSTMAN 這邊也有擺三台車去 來做防守 這有沒有辦法拖住時間呢 我覺得很 好小萌直接去找炮 找那個 PICKSIFT的點位 這清查很徹底 要PICKSIFT在BASSHAWUT的點位給拔掉 好這邊找到了 過去就是要強迫PICKSIFT跟你交戰 小萌過去第一發 啊第一發沒中 反而被對方先打了一下 還可以還可以 這時候就是要把PICKSIFT的 那個彈藥給消掉 彈弄完他只能跑了 然後COLIN的位置是藏在底下的 這時候小萌刻意上去 纏住PICKSIFT不讓他進來 哇結果小萌被 在前方站點的 車上給擊中 他完全他的位置現在很尷尬 把炮車這一發又丟到 小萌上去其實我覺得有點虧喔 可以可以因為 你不能讓PICKSIFT的BASSHAWUT 對你底下140做射擊 結果那台也沒有發什麼 他也就只打了一炮 然後剩下都是他隊友打的 所以現在那台的威脅現在還是在 哇DH的位置有點 相當糟糕 血量掉了很快 剩下342滴血 那我們看到現在關鍵 就看NUN這邊側血 HIPO收掉了小萌的1390 這一波113想要撲出去 想要尋求主動 強迫交戰的那個氣勁 但是NUN還在側面 不斷的輸出 輔助手這位置被斷腿斷在原地 很危險 有沒有修禮包呢 有沒有看到1390 沒有有一台那個BATHA 後面應該在reload 對面又送了 對面的分兵有點嚴重 HUMA這次收掉 輔助手的140 Colin的015也被硬抓抓掉 哇這個爆炸 DH被HIPO給收掉 那個從地圖12號線 進行包夾的隊友沒有跟上 這波打太閃了 對太閃了 時間上沒有抓好 這樣的話這一局就掉了 會變成3比2 哇大行星收掉了Simon的1551 不過也無際於是 對 對方這一波果果果果果果斷的衝鋒 成功了拿到非常好的效果 成功了拿他這一局比賽 這一局 瑞波爾這邊的血量掉的很快 瑞波爾的血量掉的很快 到PickSift 瑞波爾想要進場 瑞波爾想要進場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於說 這一波 HOSTMAN打得太閃了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Colin的015 可能是溝通上出現的失誤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打的話 你的015一定要壓到第一個波 對 你要壓出去給予獄警視野 而不是在底下 因為你這樣在底下的話 你做不了任何事情 對 這場HOSTMAN真的是很可惜 對 因為其實前面的 這個大方向是對的 但是你後面細節 執行上是出現的瑕疵 因為你大怕向對了 但是總會場上會有些變化 對 就看你要怎麼 去對那個變化做快速的反應 但是HOSTMAN剛剛很可惜 可能就像希利口老師講的慢了一點點 我覺得開場布局就是失誤 因為Colin的015應該要上去斜播看 然後 做消血做射擊 那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底線 底線這部隊是要拖足夠多時間 然後小謀上去跟PickSafe的Bacha5T做應換 好我們看一下接下來 下一場比賽攻守交換 其實剛剛小謀這個點位 有一個比較陰險的打法 因為Bacha5T是沒有裝甲的一台車 對 所以這時候做一件事情 你貼上去 衝上去貼他把他推下來 4秒然後故意卡住他 因為Bacha5T要抓掉1390 要到4發彈 4發彈交在我的1390身上 你就浪費 你就浪費啦 所以你完全 你就沒有多餘的輸出 會打我的車 那這時候我的部隊 全面的往前衝 不要管出來 你就只能看而已 對你就只能在原地看著 看著我衝而已 然後剩下就完全不要管 你就是不要管 不要管在Bacha5T了 往前衝 把對面的大部隊吃掉 創造出局部優勢 特別是對方有帶一台炮車 怎麼樣算都會是一個6打5的優勢 吃掉之後 再回頭過來 打在Bacha5T 其實這樣的解決會比較漂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攻守交換 有觀眾問JJ在當賽評的時候我在幹嘛 當廢物吧 當廢物吧 沒有啦 你要顧家 我是顧家好男人 自宅警備隊 有房有車沒貸款 有啦 有啦 沒有啦 我今天其實就是來幫JJ老師代辦的 沒有不要這樣講 沒有我真的是來幫JJ老師代辦 因為他現在人在那個韓國嘛 世界大賽你可能也要來 真的假的 你知道世界大賽在波蘭嗎 你知道四月世界大賽我們 所以你們都要去波蘭嗎 沒有 你知道我們去年我們是從 一路波到凌晨三四點才回家嗎 這個我應該有體會過 因為好像有一次我播別的遊戲比賽的時候 也是播到天亮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我們要有三個人來輪盤 要中間要放人下去做休息嗎 這可以啊這個我做過 而且我們還有一次播到是 我記得有一次播到 想起來了 對面的收貝要來開 要開棚了我們還在播 早上一大早看著天亮 然後收貝來開棚 然後我們還在播 這邊啦主播賽平在面對這種 長期的那種比賽 本來就是一種壓力訓練 我覺得是肝臟的訓練 看看你的肝夠不夠強健 寶甘寧 講到那個 其實 之前有去那個小鬼 好像之前跟他們出去玩的時候 有去 你知道那種國外他們在旅行團的時候 不是都所謂的一條龍嗎 對阿 就是會帶到某一家店然後去 推銷嗎 對阿 很奇怪那個店員沒有推銷 反正小鬼在推銷他的朋友 寶甘 寶甘 然後他們說給我聽的時候想說 他們是有付錢請你去當店員是不是 怎麼是你在推銷自己人寶甘的東西阿 這個怪怪的阿 他就說你們這個 我跟你講你們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怪怪的阿 我說什麼 你是店員嗎 那些東西還貴得一塌糊塗 我們來 好我們看比賽開始了 目前比數來到了2比3 HOSTMAN這邊選用的是一台113 一台015 三台140 一台5051還有一台1390 GOBASS這邊選用的是一台ST B1 兩台的140 兩台5051 一台845T 一台RU251 HOSTMAN這個配車來講的話 就是要來去強迫GOBASS做正面交戰 沒錯 你帶兩台 你帶一台015和一台113 你就是要強迫正面做交戰 這時候GOBASS要推車 可是 但是你沒有帶重型 你沒有時間阿 你沒有重型戰車的情況下 你推車會比較慢 那個扭力不夠 這時候 被盲打一發之後 選擇 放棄 怎麼今天大家要推3都沒成功阿 這個點被預防太多次了 對 這時候GOBASS是被壓在三坡底 毫果底下的位置 相當比較不利的位置 這波HOSTMAN要直接硬逼上去 尋求一個交戰的契機 HIPPO被小毛的1390給盯上 好我們可以看到 C10 至少要飛一台車上C10阿 PICKSIFT先吃了一發傷害 真的至少要趕快飛一台車上C10 來把GOBASS的節奏給拖住 對 那我們就看一下GOBASS這邊 能不能突破那一層的防禦 哇GOBASS這時候想要集中從壕溝打出去 從壕溝這邊其實蠻聰明 但是如果HOSTMAN這種發現 他們可以從高地 就對下方進行處形式的射擊喔 對這完全 這是比較不利的一個 這超級冒險的這一步 如果對 就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HOSTMAN沒發現的話 就會變成被包夾 哇看起來是過了轉角之後 看到帶帶到SIMON 哇 結果只有SIMON過來 哇 只有SIMON過去的話 紅茶轉掉槍 這邊可以先集火掉 哇 結果炮槍 大猩猩也沒 這一發是沒甩到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 站點圈的 哇GOBASS已經靠近了 已經到了 HIPPO的 阿呦 無意率先陣亡 然後這位置看起來 哇看起來HOSTMAN這邊 是要想辦法尋求一個反打的契機 對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台其實可以下去 NUN其實可以下去的 NUN可以下去做騷擾 可以下去做騷擾 對 好紅茶這邊受不了 直接衝出去 要先把中間的部隊給吃掉 這時候 有這一波攻擊漂亮 SIMON也陣亡 這波攻擊打相當漂亮 SIMONPAPA都還在裝袋 這時候被孤立起來 SIMONPAPA 斷腿都在原地 剩下177滴血 大猩猩 俘魯獸收掉了SIMONPAPA 好我們可以看到COSTMAN這一場 應該是穩穩拿下 歐布爾也倒了 只剩下PICKSIFT還有BIB 這邊兩邊血量差距來到了5000 會站成3比3平手 倒了 3比3平手沒問題了 對這一場為什麼 為什麼我發現COSTMAN跟 GOBASS 比賽打得很糾結 兩邊感覺好像實力差不多 差不多的 差不多都是同一個等級的隊伍 那 這場會打得這麼糾結 當然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呃 HOSTMAN C0沒有放車 如果C0有放一台車的話 其實HOSTMAN的會打得很輕鬆 恩 因為C0如果你有放一台車的話 GOBASS這一波進場 會被C0卡死卡很久 會被 不會像剛剛一樣只能 只能截斷兩台車 會三台車都被截斷 對 那不過剛剛HOSTMAN處理得非常漂亮 對 那我們這邊攻擊HOSTMAN成功的拿下這一局 兩邊贊成3比3 接下來下一張地圖 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 第三 第四張地圖就要來看一下 我 我自己是希望HOSTMAN能夠放出摩托方卡 因為GOBASS在這季 是沒有在摩托方卡出賽過的 恩 好我們就看 兩邊現在其實壓力都蠻大 因為下一局打下一次聽牌 下一局是關鍵的第四張地圖 對 那 我 我覺得 要看一下賽前的 選BENTU的策略是 如何 我們現在其實 連戰這麼多場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讓REX上去一場 對 因為 畢竟也是一個經驗 我是覺得體力調節 對 你要讓REX上去做體力調節 不過 也有一個可能就是 因為REX是 他家裡之前有出私人狀況 是像 呃 對於請了蠻長的假 然後也有一段 蠻長一段時間沒有 有空充其在 對 那最後集訓算說REX的表現 是 不錯的 但是 可能是考慮到說REX他的 比賽的感覺和熟悉度沒有 可能不會像目前常用7個這麼好 所以是選擇讓DH上的 好我們剛剛比賽 比賽要開始了 來到MICE 對MICE這張地圖 我在笑被發現 MICE MICE這張圖喔 MICE這邊 好後面這邊率先選了一台140 MICE這邊的勝率 GOBEX是50% 進攻防守各一勝一半 算平均的一張地圖 那來看一下HOSTMAN要怎麼打 HOSTMAN這邊選了兩台 STB1這邊可能選擇要打三線 要上三 要看因為這套打法 要看到底是HOSTMAN是進攻還是防守 因為進攻和防守這套 這套配車都有本錢可以打 我選用的4043 那有可能是 那有可能是防守 那應該是防守 呃進攻 要去賭說對面GOBEX會有 出重型戰車卡點 喔喔喔喔喔 又是炮車 兩邊都有出炮車 對 而且都是一樣就是美國大炮 而且GOBEX這次選用的兩台015 一台S4 這一波HOSTMAN就沒有正面打的本錢了 對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對面都是 重坦 重坦陣容 這一波重型戰車居多的情況下 HOSTMAN 以重型戰車為主的陣容 其實沒有 呃硬打的本 正面打的本錢 對 那完全沒有 對方從山上衝下來撞都可以把他們撞死 呃 對 而且裝甲和血量都有一定的差距 對 所以 HOSTMAN這一波並沒有 其實並沒有硬打的本錢 必須要 多利用中型戰車的機動性還有 隱蔽性還有視野去做迂迴 對 對這樣子的話炮車就會比較好發揮一點 嗯 不過 HOSTMAN這邊至少還會開炮車啦 對付那種重型戰車卡點的時候 還有辦法做處理 但是怕的是GOBEX選擇一波撲下來 對 一波直接衝下來然後炮車再去打 這個麻煩 嗯 會有很大的麻煩要來看一下 打到第四張地圖其實就是 我覺得 比賽就是這樣子就是完全的發揮不要保留 對 因為都已經打到 你都已經站上最後的決勝舞台了 那你就要來 我是覺得不要給自己的 比賽的 這個生涯留下任何的遺憾 其實有時候你在比賽場上 你球雷就只有一件事情 勝利很重要沒錯 但是你就求就是把自己的實力完全發揮出來 對 其實就是讓觀眾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 對 這點我覺得很重要 當然也不要讓自己 我覺得是不要留有任何的遺憾 對 觀眾在講 這是抄襲的事情 我在想 WOT不是抄襲戰車世界嗎 WOT其實 覺得 WOT喔 WOT抄襲戰車世界啊我覺得 對啊 沒有啊坦克世界 坦克世界 這次我去空中 這次我去WCA播報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就是 用語的切換 因為你倒是 銀傳是中國的 你面對是中國觀眾 底下有中國觀眾 然後當地銀傳的電視台有轉播 對所以那個用語都會突然無法轉過來 因為台灣其實早期也是在講坦克世界 對 所以你要瞬間 你瞬間要轉換過來 因為 然後有時候會 有一些不該講的話會瞬間 不對 不能講 不能講對 對 像我們 像我們曾經糾正自己戰車世界這件事情也蠻久的 對 我們早期甚至連台灣伺服器都還沒有 我們都在講坦克世界 對來看一下 第四張地圖 單人進攻方式是Horseman 選用的是一台140 兩台STB1 三台5051 還有一台4043 單人防守方式是Gobax 選用的是一台S4 兩台015 一台STB1 兩台5051 還有一台4043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Horseman選擇走核 這一波很聰明 因為面對重型戰車居多的陣容 走核就是一個 對方要衝你一定要過核 很標準的一個破法 你從 KE這個底線 把對方給逼退 對就是Horseman的S4被開了出來 但是這兩發都沒有命中 那我們看到兩邊目前進入對峙的狀態 就看砲車的發揮了 因為Horseman已經不可能跟你打那種近距離作戰了 蛤 砲車給Colin開 怎麼了 Colin開砲車會怎樣嗎 沒有沒有 因為 一般來講會讓Fruso開 不會讓Colin開 因為Fruso對於 砲車 Fruso對於砲車的掌握度是比Colin 我認為是來的高一點 還有說Colin最近有一些什麼什麼樣的成長 我覺得可能是戰術調配 可能那個戰術是Fruso比較熟的 所以Colin讓他去開砲車 我覺得有可能是戰術調配 因為 讓Colin開砲車算是比較 出乎意料 臨場反應比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剛剛講到了Fruso砲神欸 對啊 他的砲都超準的 對 不過既然給Colin開 就應該是有他們的 應該有他的戰術意圖 對有他們的戰術意圖 對啊 而且Fruso的砲比我 比我某個朋友還要準 支援我都只有炸到100不到 還會TK我 像你看 Cisco這麼難 我讓他去幫我修電腦 也是有我的戰術意圖 我可以幫你修嗎 沒有問題 你想換嗎 我就是想換電腦 你要換IC嗎 你看 找Cisco修電腦 就是 就是準備整台換的節奏 這也是一個 不錯啊對不對 忘了講 本季WGL 全球贊助商 由Intel獨家贊助 Intel PaySafe Card 還有哪一家 你這個台詞講多久啊 沒有 其實其實 其實我一直在等 因為之前Intel都會在這邊 都會在左下角 都會打LOGO 然後這次沒有打出來LOGO 都在想說 蛤 嗯 LOGO呢 Intel的LOGO呢 Intel其實贊助了很多很多的大型比賽 對 Intel 還不錯 我自己也是用Intel 對啊其實Intel 我覺得他們的 外星科技嘛對不對 策略很聰明 因為他知道 他去贊助電競 他 玩家的硬體要求越來越高 對 那久而久之 他們就會越來 買越多CPU 你知道為什麼最近遊戲這麼吃效能嗎 其實他們根本不用這麼 他們其實根本可以辦到就是低效能 他們都是為了讓我們換硬體 對 好壞 完全就是 沒錯 完全就是NVIDIA的陰謀啊 都是NVIDIA的陰謀啊 都是NVIDIA的陰謀啊 噢 Colin這邊被盲打 這個位置做盲打會不會想太多了啊 噢這一波HOSTMAN選擇後手上山 因為發現你沒有在釘山上 大猩猩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稍微彈出去 50米跟HUMO 互相強量 哇 就竟然沒有人受傷 這也是很少見的 很詭異 因為現在7-6 因為你看我看 因為現在7-68的 反炮車 反炮 哪泥 這一波的反炮 HOSTMAN 成功的擊毀了 GO BEST的炮車 Colin 難道下一代炮神就是他了嗎 大猩猩出去作惡 然後 你開完一炮我大概知道你的位置之後 我一發直接把你打爆 蛤 OK現在少了炮車 現在HOSTMAN的戰術自由度就出來了 接下來 接下來你要找一個時間點 後手把 上K-1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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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把中間HUMO這台IS4給B掉 我們看到現在GO BEST已經 完全就少了一台炮車 以前 連炮車還沒有發揮任何戰苦 然後Colin開始做 對 開始做轉點了 哇 剛剛那一發相當的關鍵 他在三角的 Colin 現在轉點的主要意圖是要對付三角 要對付三角的IS 然後現在大欣欣就完全肆無忌惮 就跟你50米強亮 反正你炮車沒了 然後Colin 來囉 索拳來囉 然後開始做站點 噢 胡某這個時候 屁股是對著炮車的喔 屁股癢癢的 來囉來囉來囉 直接發洩在你的後車箱上 蘇聯車不是很耐炸喔 尤其是美國大炮 來囉來囉來囉 Kolin調整一下角度最後 準備喔 HUMO你的後車箱準備好了嗎 應該要等HUMO等到走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我是說GOBASS的015和5051想要從城鎮區做包抄 這個想要把這個僵局打破是對的 因為照這個節奏下去 所有人都會被Kolin一個一個收掉 這時候Kolin發了一炮 沒中 打哪裡呢沒有 我不知道他打哪裡 感覺好像沒人有事 Kolin接線 這邊就進入reload狀態了 這邊打了一炮 對 那時候BIVE被小魔亮到 雙方第一發都是炮掉的 對那小魔這邊中了兩炮中了三炮 BIVE這邊兩炮三炮 對 這炮環擊很有相當有效 好小魔這邊算撤了三炮 但BIVE這邊也是中傷 選擇往後退 對 側走OK 現在就是卡住 你要卡住GOBASS的幾個進攻要點 哇這時候NUN跟HUMO被迫正面交戰 大星星要上去做支援做掩護 來投HUMO側面 哇這一發沒有甩到 哇那很可惜 那我們可以看到NUN這邊應該是要魂斷七天了 但是瑞波爾的位置更糟糕 直接被兩面的炮火夾擊 瑞波爾直接被小魔給收掉 但BIVE也收掉了小魔 FURUSO這一發哇 兩邊開始進入基階的一換一喔 兩邊完全進入一換一的節奏 那HIPPO這台015還在山上 這邊KRIN KRIN被看到了 PICKC收掉了FURUSO 這時候應該沒有辦法去 去分心去盯KRIN的炮車 對 DH要去硬抓掉BIVE 現在中間山上壓力很大 BIVE被DH亮到 第一發沒有甩到 兩邊現在算是一個55波 兩邊都是剩三發 對看誰能先把對方炮打完喔 哇DH中傷 DH怎麼會走到這位置 差一點差 DH再一炮就要BIVE了 BIVE也是差一炮 兩邊都是差一炮情況 紅茶這邊抓到兩面夾擊 紅茶這邊要被撞爆啦 直接被PICKC給抓掉 然後HOSTMAN這邊雖然一開始直接反掉對方炮車 但後面炮車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 對主要是幾個要炸的點都沒有成功炸打 一個繞著房子躲貓貓的概念 兩邊都在比角度下 BIVE跟DH只剩下最後一發的血 大猩猩這位置一定要想辦法扛住壓力 雖然很難 雖然我們就看 我們現在就只能看DH跟BIVE這邊兩小無猜 HUMO剩下124滴血血量 大猩猩一定要想辦法抓掉RS4 接下來才有翻彈的機會 我們先看Colin能不能幫DH 好當然我沒講 PICKC收掉了Colin 大猩猩這一炮 大猩猩 沒辦法了 大猩猩 大猩猩 而且對方有三台三個炮管對著他 那我們看到DH這邊也是 沒有來直接爆炸 哇 這邊 GOBASS率先聽牌 哇這個HOSTMAN現在壓力大囉 3比4 其實現在進攻方輸掉還可以接受 進攻方掉的話還可以接受 對 現在HOSTMAN如果防守方能夠穩穩拿下 那接下來就是4比4進入突破搶局賽 我認為這場比賽打到突破搶局賽的機率是很高的 我覺得Colin剛那個開場的亮點就是他那個反炮車 對他那個反炮車其實相當不錯 對其實做得不錯很可惜 但是後來 因為GOBASS要這邊轉變的戰術 所以炮車的發揮沒有像一開始那麼好 對後面 後面炸HUMO的S4沒有炸到很可惜 對 而且他不知道我覺得他好像不是炸S4 也有可能 但是看最後炮管指向應該是炸S4 沒有炸到有點可惜 那來到最後一張第8局的MICE 其實兩邊壓力都很大 因為GOBASS其實也沒有失守的壓力 那HOSTMAN當然一定要先扛住這一局 才有機會打到突破搶局賽 不過至少能打到這邊也都算是前四強 打出去前四強 對現在就是要來看最後的 最後選車 好我們可以看到GOBASS這邊率先選了兩台015 進攻方選兩台015 這是標準的配置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HOSTMAN這邊一樣帶了三台TB-1 然後兩台50 一台T62A 帶T62A 第一次看到哈 這就有趣了 因為T62A的車體防禦是比E40來的好的 對 所以這時候帶T62A 我認為是應該是要打在三口決戰的這套打法 然後炮一樣是帶 GOBASS一樣帶著4043次走炮 好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HOSTMAN沒有要使用反炮車的戰術 好我們看看這一場現在攻守交換HOSTMAN擔任 防守方 這邊 如果這套配車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要打三口決戰 決戰 但是 不排除HOSTMAN也是採取後手 因為對方有帶兩台015的情況下 你正面衝突其實 就是 逃不到便宜 對沒錯 所以 你在逃不到便宜情況下 你不如打MICE後手 因為MICE中間 你從三口要到 要下來這一 中間這一段距離 有很長的一個 大平原是一個Killing Zone 就是我們講的 火力可以集中的精密區域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比賽已經準備還要開始了 目前比數4比3 GOBASE這邊4分或這邊3分已經來到第一個賽末點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觀眾也是非常非常的熱忱 坐在現場應該大概五六小時 我覺得是韓國的習慣 因為韓國觀眾不管大小賽事 他們都很習慣到現場觀賽 對 其實我覺得現場觀賽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對阿 我真的覺得現場跟現場看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哇這一波HOSTMAN沒有要打後手 好這次打一個 三波前壓 前壓那接下來就是要在三波上把交叉火網給架開來 第一波PIXIF被亮到 但是沒有出手角度 要稍微注意一下側面 這邊STV1壓得很前面喔 好這個直接一台車先點亮了 後面這邊三台 而且注意要是注意一下對面SIMON是帶 跑車來了 沒中 沒中他打哪裡 我不知道他打誰 有不看到那一條線從大青山頭上飛過去 這差很遠耶 感覺有點像在打那個後方的T62A那個位置 他想要拆5051前面那顆石頭會有放一台62A 對 防守方打 現在HOSTMAN要打穩 HOSTMAN現在他們也沒有衝震的本錢 不好衝 因為對方有帶兩台015 你的正面是輸的 哇這邊小魔被砸到被盲炸到一發 哇這邊又重傷 為什麼今天每個人都被炮車直接給打斷腿 小魔這個位置OK很聰明 而且還是1390被炮車命中 對選擇撤掉很聰明 對 對 來我們來看看這邊 敢邊現在進入僵局狀態 目前時間還有8分鐘 還非常非常長 我們看到炮車這邊羽肉好了 看一下他接下來要砸哪裡 其實這種將局賽整場的觀點就是看炮車丟誰 對現在炮車能不能 我只有BIV先吃一發狂害 這一發又想要丟小魔的位置 對他想炸那個草味 這手 這手已經是 應該是正常的輕型戰車都會撤掉 那這時候小魔其實只要 探一下探一下探一下就好 沒有必要說像剛剛一樣定陣 因為輕型戰車移動的時候 然後是不掉銀幣值的 他有本錢可以一直動針 對沒有錯 這輕型戰車再來測的特色 對 來看一下hypo這位置 再出來一點點就會被 喔BIV被看到了 BIV這個位置走的有點大平原 不過沒有人可以做進行攻擊 好我們來看到這邊 GOBASS有點往前壓的意圖了 正面要硬壓這一波 對 對015上了 拉一下拉一下 對 因為對方沒有炮車所以你可以這樣卡 對 對 我們看到這邊炮車狀態好了 這現在接下來要打誰 三門應該會把 注意力轉打正面的 因為現在正面是交戰的時期 那這時候 STP1選擇往後收縮 要來打後手 這個轉 這個轉點我個人認為是相當正確 這邊BASS25T被亮到 哇 小魔又吃了一發傷害 哇這個剩下6滴 這個我過去他耳邊吹口氣他就死了 Colin這位置哇被撲滑下去 這時候還好是hypo在裝彈 要不然的話 Colin這個位置其實很危險 對 小魔現在是完全被對方炮車給盯上 嗯 服務手要出去硬抓掉hypo 不過這時間差好像沒有算好 hypo已經快要裝完彈了 好 喔hypo被點亮 然後看到6A這一波把hypo給逼退 哇後面強勁有跟上 hypo還撞了一下牆 看一下Simon Simon的炮車404 Simon在這時候 能不能來一個關鍵一擊呢 這時候大星星的血量很危險 對沒錯 對沒錯 我們看到None這邊先給對方一炮 打RAB一下但是我們看到大星星這個要爆炸啦 後面有hypo hypo現在卡在這個地方 其實還蠻 喔呦這時候一發 服務手直接衝鋒進來 他要去掩護 大星星的位置 這時候上去做強勁交換 而且好像沒有人可以幫hypo 扭一下扭一下 再一下再一下 葫蘇現在完全就不動了 應該可以換掉hypo 應該可以換掉hypo 有 葫蘇換掉了hypo 但是自己的血量也岌岌可危 這時候正面衝鎮 PickSafe先收掉大星星 那我們看到兩台重坦 兩台重坦 直接從山上下來 紅茶收掉5A的5051 那這時候要來看一下 後面5051回防的速度如何 我們看到None這邊直接跟對方的015 對這 最後一發的血量 口令這一發能不能打中 好不過Hummo這邊下來了 Hummo這時候下來 這血量差距有點大 那我們看到紅茶這邊 重新reload好以後 這邊要開始進場做一波傷害 這邊直接打在Hummo的後面 這一波真的 這波打得有點太閃了 紅茶這時候被168A解決掉 哇DH 雖然抓到Red Bull 不過於事無補 他被回憶了收掉 哇一個衝鋒下來 哇這邊 Hoseman要直接被帶走啦 這一波打得很可惜 最後Max上地圖沒有守住 現在完全是一個崩盤的情況 對這也是他們最後一場 這邊要迷上他們的賽目點 這場的輸也就沒了 所以沒意外 Hoseman應該會拿下這一次 WGL亞太區 第二賽季總決賽的電軍 對這很可惜 可以看到最後 我覺得是車種配置的問題 這種配置就是不適合打正面的一個配置 對 那這時候PickSafe收掉俘虜獸 PickSafe上去也抓 再次抓掉小謀 那恭喜GoBass 5比3擊退Hoseman拿下 WGL亞太盃最後決賽的季軍 沒錯這邊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最後一場那個衝鋒直接擊潰了Hoseman的防線 對我覺得這一波是車種配置的一個問題 因為Hoseman這場的配置很簡單 就是以中型戰車為主的陣型 中型戰車為主的陣型 是沒有跟015為主的 中型戰車的一個衝鋒陣型 去做正面對抗的一個本線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後手 那一開始你的血量消耗的有點太大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好那我們這邊恭喜GoBass 這邊成功的以4比3 5比3的成績擊敗Hoseman 這邊進入拿到了季軍喔 對這邊問 Hoseman的問題當然是主要就是在於說 他們的幾個策略的選擇沒有很明確 其實知道打法不是不行 但是他需要的是隊友之間強大的配合 還有5051的單兵判斷要夠及時 要馬上去包抄讓對面的015沒有辦法集中一面的活力 剛剛5051只有走到成戰區的時候 就一半的時候就已經被迫正面就已經爆發交戰 這一波時間點對於Hoseman來講是相當不利的 如果GoBass的正面再晚一點的話 要讓5051能夠完整的進場的話 那這一波的情況我相信會不同 好那我們這邊再次恭喜GoBass 這邊成功的拿下季軍 那我們也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場轉播的比賽 那接下來決賽就在明天晚上6點開始 對明天晚上6點我們一樣會為各位 帶來全程的中文解說服務 那明天的決賽對陣預告呢 將會是由中國的職業隊伍也有Gaming 也是我們亞洲區的第一名的冠軍代表 引戰的是中國大陸區的冠軍代表 對 那明天這場比賽將會是一場BO12的對決 我們會從晚上6點開始帶來全程的中文解說服務 好那我們這邊就先休息啦 我們接下來就請各位觀眾期待 我們明天晚上6點的決賽 對那我是今天的賽評Cisco 我是主播的Big Boss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好 與您進行 還有陣子 你在組這次上場緣地 blink 會不會 對比賽 對我們的功能 對歷和趣味 對 這就是 很常在 自行的 對 對 對 我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首先, 今次的社群球的挑戰, 非常有限的選擇, 非常有限的選擇, 非常有限的選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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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